和现任结婚生子却和前任保持密切联系 林志颖玩的有多花 2020年随林志颖一同上节目的老丈人 面对镜头却突然向林志颖发问 有没有和前女友联系 一下被问住的林志颖显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能举促地表示有 而妻子陈若宜则表示 前女友就是林心如 还大方地表示两人只是有工作关系 甚至还大夸特夸林心如的好 可见陈若宜心胸真大 想当初两人恋情曝光时 陈若宜就一直被骂配不上林志颖 有人说论相貌林心如是公认的大美女 而陈若宜却总是被嘲笑长了一张马脸 林志颖为什么偏偏就选了陈若宜 我想是因为听话吧 1994年林志颖和林心如一起拍摄电影 《学校霸王后英系生情》 年轻气盛的两人很快就在一起谈起了恋爱 只是在一起没多久 林志颖就觉得自己太火了 于是打算入伍沉淀一下 当年入伍之前 林志颖还专门开了一场告别演唱会 无数粉丝前来送别 场面宛如生离死别 比现在顶流粉丝还要狂转三分 但等林志颖退一回来时 那时的粉丝早已爬抢别家 公司也被别家收购 就算林志颖发新歌也无人问津 但是林志颖的事业处于低谷期 林心如的事业却迎来了转机 她凭借着《还珠格格》走红被大众所认知 随后也和林志颖有了间隙 并且在拍摄《还珠格格》时 林心如还和苏友鹏传出绯闻 恼羞成怒的林志颖这才选择放手 在此之后林志颖鲜少恋爱 直到在2004年遇上陈若仪 彼时20岁的陈若仪 当然抵挡不住不老男神的诱惑 再加上从小就是林志颖粉丝 自然容易迷失在林志颖的温柔相中 婚后林志颖不喜欢她抛头露面 她就可以留在家中充当保姆的职责 尽心尽力地照顾林志颖一家 所以林志颖能选择陈若仪 也是情理之中 林志颖这辈子最恨的应该就是小S了吧 2013年林志颖被邀请到了康熙来了做客 在节目中林志颖大谈和老婆的恋爱经历 并详细描述了她大胆追气的细节 我们真的在车车上面认识 然后就彼此喜欢一见钟情 然后我去追她的 我就跟她要MSN 然后就去跟她合拍 期间林志颖还强调她是个非常害羞的人 即便是到了陈若仪家楼下 也会先用手机发MSN 只不过还不等林志颖把话说完 罗志祥就立马拆台 MSN 来 你带电脑出门了 只因为在那个年代 MSN还只能在电脑上登录 对此林志颖只能勉强说出 当时的诺基亚就可以 本就是在录制节目 众人也没有深究 但没过几分钟 林志颖就宛如失忆一样 该口说出和老婆认识的另一个版本 如此前言不搭后语 向来爱搞事情的小S 哪里肯放过 立马指出林志颖的话有破绽 严见林志颖已经自乱阵脚 无法圆回来 蔡康永才意味深长 给了她一个台阶 这个才让林志颖不那么难堪 只不过没想到是这份谎言 终究还是被自己老婆打败 耿直的陈若仪直接在节目中 戳穿了林志颖的爱妻人设 当时陈若仪准备出门逛街 林志颖却硬拗宠妻人设 表示要一起去 没想到却被陈若仪拒绝 在面对林志颖殷勤送水时 陈若仪同样耿直表示 虽然多次被打脸 可林志颖依旧是很多人心中的偶像 直到这件事之后 才使她跌落神坛 一夜掉粉六百万是什么让不老男生 林志颖沦为万人贤 2008年林志颖本人透露 泰国公主对她一见钟情 还差点做了泰国驸马 可是吃瓜群众求证这件事的真假时 却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除了她为泰国公主下跪 献上自己的唱片作为礼物之外 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泰国皇室人员 想召她为驸马的报道 但奈何当时网络不发达 众人也就只记得她差点成为泰国驸马的传闻 本以为她会有所收敛 但谁又能想到她的谎话人生才刚拉开帷幕 例如2011年林志颖晒出自己和车神舒马赫的合照 并在文案中骄傲喊话 爸爸我做到了 还没等粉丝送出恭喜 就有眼尖网友发现 这张照片是P的杂志封面 再比如在2012年才发布的iPad mini 林志颖早在2010年就晒出了自己手持iPad的照片 被大家发现后立马改口说是模型机而已 等到了2012年林志颖又晒出新款iPhone 还一本正经的描述她的外观及手感 隐隐透露出一点炫耀 结果苹果公司一点面子不给 直接表示她拿的是个假的 2012年台风期间 林志颖晒地下车库 表示两辆豪车被泡在了水里 自己很心疼 可没想到林志颖晒出的这张照片 其实是媒体在2011年 报道水淹地下停车场的新本图 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 这次粉丝们终于忍无可忍选择脱粉 据说那一页直接掉粉600万 到如今可以说林志颖的起点有多高 现在的风评就有多差 感谢烫地下